7月27日,朱玉某部队迎来了一条必然亮丽的风景线,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客运段高铁一队当总支,组织20名高铁乘务人员代表走进军营,开展体营八一建军结军地联谊活动。 训练场上,部队战士给高姐们展示了例证,稍息,正不走,骑不走等训练和目,整齐换衣的动作为五熊爽的气质,赢得了高姐们钦佩的目光,崇敬感由然而生,在连队警示,战士为高姐掩饰了蝶被刺的全过程,快速整洁地跌出的富快,让他们佩服的五体投地。 随后,高姐姑娘们在官兵的带领下,参观了军队环境,军使馆,感触颇深,崔心说,看到部队官兵严谨的作风,刻苦的训练,收获了很多感动。 今后工作中,我要像军人们一样,在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,注意自己的一言列行,时刻提醒自己代表着中原高铁形象的重任。 训练结束后,高姐们难掩心中的兴奋,在镜头前留下了美丽的笑脸。 高铁一队党总制书记张立斌表示,高铁橙物一直致力于军事化标准理念。 参观了战士们的日常训练与内幕整理后,我们的高铁姑娘们更加了解了战士们平日里的艰辛,会对他们在橙物中起到很好的借鉴和帮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